草屯镇再增设一处长照站 由碧州里和居家长照机构合作 在集会所开办一处西级巷弄长照站 提供老人家乐龄课程及共餐的服务 县长许舒华也前来参与节拍的仪式 鼓励长辈一起来上课交流学习 达到地方健康老化的目的 请接拍来 云南多县长许舒华等人 一同为碧州里的西级巷弄长照站 进行热闹的接拍仪式 从早到晚来安排不同的课程 还有共餐的服务 提供老人家对个互动交流的地方 促进身心健康 把我们的航母扭合 还有办活动 唱歌 大家都很高兴 也希望我们这里的人 比较多走出我们的家里 那么一起来做一些脑力的活动 身体的活动 那么可以减缓他们老化的现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 所以说为地方和地方 大家都非常用心地做 我们管政府未来 我们在这块头顶长照的系统 我们也会全力的来支持 草人镇碧州里和长照团队合作 新设一处服务长者据点 许多贵宾前来参与节拍仪式 还有育儿园的小朋友 带来精彩的太古表演和老人家同乐 让现场充满活力 管政府对我们这些社区的据点 长照的 非常关心 我们希望我们在政策 一些事大都走出在这里 大家自于自不在家 无聊当容 来这里人比较多的时候也比较放心 随时可以跟大家来做会 尤其老人化真的是非常严重 尤其超顿像老人65岁 有1万8千几个 所以说对整个 相当的照顾非常非常重要 祭典也可以说是一种 对我们社会一种付出 需要我们大家来共产胜级 因为办理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现在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人很多 尤其这个长照机构 是未来的趋势 幸福相当重视长辈的身体健康 感谢承办的长照团队 以服务多年丰富的经验 在第一线帮助老人家 活得更久 活得更健康 记者 林云新老线 采放 报导